阿拉伯之春还在您的记忆里吗 北非这个国家图尼西亚刚刚举行总统大选 出口民调显示现任总统萨伊德得票率高达89.2% 但投票率不到三成 民众抗议原来的总统专权声浪十分激烈 在图尼西亚的街道上几乎只看到总统寻求连任的竞选海报旗帜飘扬 投票前也没有公开辩论 专家分析如果现任总统真的当选继续掌权五年 图尼西亚恐怕会向埃及的脚步回归专制 让当年阿拉伯之春争取的民主梦彻底破灭 挥舞国旗高声喝彩 大批图尼西亚民众聚集在街道上欢庆 祝贺现任总统萨伊德在六日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根据出口民调显示 萨伊德一共获得将近九成选民支持 相较于已反目前盟友马格扎韦的百分之三点九 以及在上月入狱的商人扎迈尔的百分之六点九 得票率高出许多 几乎可以确定胜选 不过在投票前几日 突尼西亚各地爆发了好几场抗议潮 许多反对萨伊德的民众上街示威 控诉这个把持国家五年的总统打压异议人士 并且要求公平选举 投票前一天 各候选人也出奇地没有进行竞选集会或公开辩论 城市街道上只能看到萨伊德的竞选海报飘扬 全然没出现选前应有的热闹气氛 一片静悄悄 果不其然在六日投票结束后 突尼西亚选举委员会发布声明 表示这次大选投票率只有不到三成 是2019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率的一半 这次选举本就被视为 突尼西亚民主实验的最终章 2011年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多国 埃及、利比亚、叶门、突尼西亚 推翻了独裁统治 开始尝试民主路线 后来埃及回归专制 利比亚和叶门陷于内战 突尼西亚是至今唯一还有在实行民选的国家 但这一切都随着萨伊德2019年掌权后发生巨变 为了巩固身为总统的权力 萨伊德先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开除总理暂停国会推动修宪 后又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等反对派人士 展开日益严厉的打压 引发来自国内外的批评 专家分析指出 若再让萨伊德统治土尼西亚五年 恐会摧毁这个北非国家多年累积的民主成果 甚至走上埃及的老路 变回专制国家 因此尽管萨伊德的支持者 仍然深信他会为国家带来好的变革 但从其他选民对政治冷感的反应看来 这场不符合民主精神的选举 非但没有让图尼西亚迎来改变的希望 反而打碎了阿拉伯之春后 人民心中的民主梦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